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小麥他畫這個妝跳這個舞 有時候我會看網友的留言 床邊播出來 我會看網友 然後出神入化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笑 有小麥他那邊 後來他說可不可以不要再 終於沒有小麥了這樣 終於沒有小麥 我說小麥自己留言說 有喔 我在喔 我只是臉敷在那邊叫我而已 是 好的很愛搶戲 周董身邊的人很愛搶戲 其實杜哥已經被幹掉了 現在換小麥 好 帥氣喔 今天這一次我們看到 周董可以說是這個 又在 看到我們這個創電視上 創下新高價 但是也創下最新質感 必須收藏的 包括USB 包括他的 精裝版專輯 好 謝謝 所有的媒體朋友 來 周董好 好 謝謝各位媒體 這個第十四張專輯 從第一張專輯就是團結主持 謝謝 時間過了非常來快 對啊 這個十四張專輯了 到這一張我們都在想說 哇 周董又可以變成什麼新花樣 結果看到MV在看了這個title 床編故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想說當爸爸 要來點不一樣的床編故事 對 改朝換代一下 因為之前同學都稍微 比較溫和一點 想說用嘻哈的方式來演繹一下床編故事 所以我覺得你教小孩一定也很有一套 因為你是一個超有創意的爸爸 就是我們看到MV裡面剛講到 第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鬼妹 剛才小周周看的時候 會不會 爸爸會怕怕 因為那種鬼啊 大法師這樣還跳 對 小時候我們看大法師 其實那是我們小時候的記憶 對 那我覺得其實 如果要讓小朋友印象很深刻的話 就是要說一些恐怖的故事 對 所以他不睡的時候你要嚇他是嗎 對啊 因為大部分 你怎麼可以講 你微笑著說要嚇他 大部分是那種服務婆 對 打你小指頭有沒有 那種經典的歌詞 我就把這個歌詞也寫進去 對不對 所以裡面有提到 如果不睡覺的話 對 去看看衣櫃 那裡面寫一個最好笑的就是說 你不睡 我比你更想睡 其實我覺得很可怕 那小孩應該都有這個 很想睡 對 然後敲敲門去看看 這個位子裡躲著誰這樣子 好可怕的爸爸 但是好像聽說你有很man的一面 就是有時候婚禮真的累了 然後你就說你去睡我來帶 因為我覺得 對啊 因為其實生長已經很辛苦 所以你之後的事情 當然是可以來看 好man喔 而且在這當中 我說為什麼當他小孩會 你知道劉悅很有創意的爸爸 是因為他把世界的名花 全部融在裡面 真的很美 那我剛剛其實也問你說 那你自己為什麼沒有想到那個 維納斯是全裸你 不想全裸嗎 因為你知道 就是當了爸爸 要有爸爸的樣子 但是不能有爸爸的肚子 稍微的現在 那一六塊又突然間 對對對 有沒有看到 最近阿妹了 不好意思 右手有稍微練一下 直練右手 對 下午一定要放阿妹的右手 差不多 跟阿妹的MV 對對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覺得 這個 這個 你要提醒一下自己 對對對 就是當爸爸的樣子 樣子出來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稍微你知道 也要練一下 也要稍微自己要注意一下 但是因為你人生會到不同的階段 事實上我們看到的音樂創作 或是視覺上 又幾乎 又有更多的靈感的感覺 對對對 其實真的會這樣 到了不同的境界的感覺 對 所以其實 我覺得 這個 幽默感 跟創意其實 說到以後 那我覺得 對 看MV 才會這樣一個去 那才會覺得 對 有意思 而不是說 發到第14章的時候 好像已經覺得很乏味了 我們一隨便亂拍一下 其實它不是一個功課 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不是在教功課的感覺 不過還是要把他 聽不講評審稍要看 所以現在我來逼這個 不為真 對 因為看你工作的情形 又知道你對每一個細節的要求 然後也 我很榮幸的 周董有幫我倒過了分域 然後我那時候看說 哇它場景的設定 它完全有想法之外 拍攝 然後哇鏡頭 然後呢 再來它現場剪 它現場剪真的有嚇到我 我說 你現在就剪了 他說對 而且它要求這節拍 節奏一定要有在這上面 所以這是床邊故事的時候 我看到裡面那麼多那麼多的場景 也是你自己 就是一開始的設定 應該有想法 因為 要符合我的這個專輯 專輯裡面 現在就是走這種 立體 這個 立體同化 對 那種 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其實 我們在做CG 是很早就做的 所以這個 這個歌也是從去年 就拍 應該這樣講 去年開始做動畫 已經先跟我們溝通 這時候我要做什麼 這時候要做什麼 所以 腦中文畫面其實告訴他 這個歌是到這一句的時候 因為你要保留長度 讓他去做CG 所以 那時候就 先有這個畫面 然後是在 8片的前幾個月 把這個AV拍掉 已經拍完了 但是實際還沒做完 所以是在上之前的 前一天我們還在改 比如說 蘋果丟過來的油畫 這個油畫 可不可以再改一個 方式 所以其實很累 你們看到只是 短短的 但是其實他們做得很辛苦 做了好久 所以你這個真的是大製作 非製版 如果沒有入回 我真的覺得非常奇怪 你才聽到嗎 是 而且剛剛講的像是 一些幽默感 在另外一支 Now You See Me裡面 其實突然看到 可以利用的時候 再加進去 沒錯 所以我那時候也看到 他就說 好 那個 那時候那是姚畢很大的一個機器 我們當然開到半夜很累了 然後周董說 好了可以收 然後我說真的 哇你看到收工 然後姚畢就整組工作人員 就開始往外拉 然後結果呢 等到我們覺得要收工的時候 周董突然說 欸不對 還要再來一個 所以姚畢又繼續 本來都已經 大家回家又進來 所以其實你的靈感來得非常快 對 要接招一下 那當然其實在這個 剛剛講到還有一部劇作 就是跟阿妹的合作 對 昨天的凌晨驚想才要上的 原本是這樣 結果就是不該 對 不該留進去 對 偷用一下你的梗 對 因為剛剛在後台 他就說 這個是不該留進去 欸 用的很好 對 但是剛好今天 其實本來 我覺得傑文他真的很用心 他是面對所有的媒體 他想說就是一個驚喜 因為前面好像 並沒有看到是誰 對嗎 然後你還設計好說 大家在記者會上 剛好就看到 最後看到 欸 阿妹唱的時候才露臉 大家就會嚇一跳 結果沒想到驚喜 被小小的 不該 不過也是 沒關係 就是提前曝光這樣 提前曝光 對 是真的滿美的 但是不鼓勵這樣的心 是 這是真的 這專輯方面也是這樣 我覺得這些人真的是 昨天我在練團級 我聽到是非常生氣 因為就從前幾天 我想到 我跟阿妹的母親 我覺得 我來弄個生命這樣 對 因為有一次這個 這個 而且 有一個 班長經理 那時候大家訪問說 什麼時候合作 其實我們自己偷笑 這樣 就拍我們 沒有 但是就是 有機會 而且也破除了大家的一些亂猜測 就是還說什麼 可能什麼形同末路不合作 什麼事實上 不能 做好朋友 對不對 對 而且這次我們發現 他剛剛有自己說 說他今天有穿睡衣 對 就是符合床邊故事的感覺 所以這次 因為你又要籌備演唱會 對 然後又要做新的專輯 聽說連造型 你自己做造型 對 當然就是 還是要請這個 原本的造型師幫忙找一些衣服 來傳搭一下 不過MV的衣服 我就自己找 是喔 對 像你自己 這樣比較能夠理智 你自己有沒有設定 比如說不同的MV 你要呈現的感覺 然後但是 會有一些固定的元素 還是留在周杰倫身上 固定的元素 就是要酷亡這樣子 帥 要幽默感 幽默感 對 所以其實 我這次讓 也算讓別人導演來當一下 其實滿好的 就是自己就可以很放鬆的 好好的唱歌 好演戲就好 而且好像床邊故事的狀態 非常復古歐洲風的這種感覺 有的場景在古堡的感覺 其實是不是也是那時候婚禮 在古堡的感覺 有這樣的一個 我本來就有場景在古堡的感覺 要不要來看一下我的專輯那一頁 好不好 好 現在要看嗎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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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重點是請你 重點是我要旋轉一下 對 好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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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聽一下 好 這一段音樂 就是 這是火台電的感覺 是不是 我是我的 那個重邊錄的程度 是 而且 有沒有人要試拿一下 我跟你講 因為有些 你說什麼 船目 好 好 可是包裝跟技術有關的都是可以 你來說一下是不是 好 我知道裡面的音樂 不用聽得太仔細 沒關係 我們的包裝的MP 其實就仔細看一下 真的蠻用心的 對 其實看到我覺得很難得 當現在所有都數位化之後 可能很多的商品公司 可能是沒有預算 可能也沒有心思 去把這個實體的做得更好 更精美 可是你一直在level up 你一直把它做得更值得收藏 對 因為我們是一個有預算的盲視 哈哈哈哈 所以有預算就是要做有預算該做的事情 要是把音樂提升到一個高的地方 因為不斷的超越 一定要不斷超越 不能因為市場而自己弱掉了 要做一個地標這一牆 對 不斷超越自己的終極人